早晨,繼續是偶然馬俊偉 今天繼續有一對母子在這裡 有我們的Mo姐,胡順坤 早晨 早晨 另外還有我們畫劇團的 現在還是不是畫劇團的團職演員? 暫時是,但快不是了 即是準備有新的發展 就是寧文龍小龍 先問一下小龍 在香港畫劇團多久? 已經九年了 你進去演藝讀書都不容易 其實之前 那時候其實都是偶然機會 我在中學的時候 在Drama Cup做了一個戲 後來有一次機會 就可以在演藝學院上一個學校 上完之後我才知道 原來香港有一個這樣的學院 那我就很喜歡 即是那時候那個學校是短期的? 是短期的 那時候是誰教的? 那時候有些現在還在教的 是的,在學校 即是屬於老師 屬於老師 那時候還沒有 我那時候是士師老師 和胡開輝老師 他們是在那裡教的 當然後來入到APA之後 就屬於老師教 我主要是被屬於老師教的 你也是收drama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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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表演的 然後入了APA四年 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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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讀完 那接著呢? 其實那時候 freelance了兩三個月 就是做了一個出面的戲 後來就畫企團請人 幸好有in 那時候就開始做了 是,其實我看回 原來近期 近兩年 有一套都很出名的 頂頭隨 這個musical 都很出名 其實都是你做的 我不是主角 我是配角 也是有份做的 過往在Kornrap 即是你做的 你主要演的 都是配角比較多 是的,配角比較多 所以如果主角來講 做了兩套 其中一套就是 就是Mo姐看過的那一套 最後作業演 就跟余安安 對 安安姐那一套 這套戲就被Mo姐發掘了 是的 那真的發掘了 我想那天我看完首映場 事後那個叫做分享 你也有提及一套 你也是看完一套 就是剛才說的最後作業 你說你一定要找這個演員 有機會跟他合作 是的 因為我覺得他真的做得很好 還有呢 我好像看過《簡介》 那裡 誰告訴我 我當天就說 其實他不是十幾歲 而他做那個角色是十幾歲 他真的很有那個年輕人那種的 那種十幾歲的十幾歲 是的 然後我就在想 如果有機會跟他合作就好了 一直這樣 其實一有任何工作 有些角色在Casting的時候 那個男生叫寧文龍 不如找他試試 直到我們這一部電影的時候 其實之前他們很想找演員做 是的 但找演員很難的 Mo姐的意思是 找已經有知名度的演員 是的 就是在幕前 或者是電影、電視 已經有人認識的演員 很難很難 很難說服的 說服力很難 是的 他怎麼做都會死 沒錯 沒錯 那我當時馬上又想起寧文龍 是 我說你們真的要見這個男生 那他們就問他多少歲 你不要理他多少歲 哈哈哈哈哈哈 我說他一定做到 你不要理了 總之我們現在要幾歲 十幾二十歲 他就是做到了 我剛才說 Tony 我先生 是馬上說 是 我提議了寧文龍 他們已經馬上說 是 但是導演沒見過 導演 Casting那天 好像要你做一段戲 有 他之前準備了一些東西給我 就是給我一些東西 我準備 是 完了之後 我也很緊張 馬上問他 怎樣怎樣 他就寫了幾句字給我 就是有樣有演技 嗯 就是很開心 就是大家當時 因為這個是很難的 這個 要Casting這個男生 是很難的 其實我Casting的時候 都有點錯愕 因為有一天 我突然收到我自己公司 其中一個同事的電話 他就跟我說 有一個電影公司 就打給我想找你 說去做一個Casting 因為在網絡平台找不到你 因為我自己很少去Post東西 對 對 然後就說OK 然後就拿了一個Contact 然後就傳了劇本給我 因為他還跟我說 是Mo姐推薦你的 啊 Mo姐推薦我 很開心 我還沒認識他 我不知道 對 他有看過我做事嗎 我不是做過很多事情 對 後來他就傳了 因為其實那時候 我們大家都沒有很認識 說接批症是怎樣 但是那時候 他給了個人禮拜時間 我就盡量在一個多星期時間 去做一些研究一下 去研究一下 看看怎樣 所以其實我去做這個Audition 也有點壓力 是啊 你今天立頭已經大過了 大過了一點 是啊 因為戲裡面 齊陰 冬菇頭呢 感覺會更小 更小 小龍 就決定 會暫別香港話劇團 是嗎 是啊 那接下來有些什麼 有什麼希望啊 其實我想是自己想試一下 因為始終在一個地方 都差不多十年的時間 我覺得想出來做一個自由新的演員 去接觸多一點不同的事情 即是 無論是舞台也好 電視也好 電影也好 當然我還是很喜歡舞台 也很想做舞台的事情 現在其實都會有些電影 都會找一下我 現在正在聊天 這樣 那對我來說 一定會找 先穩定 明天遲些又難找些 不過都一定要什麼的了 一定要加價的了 合理 我經常都說 做電影也好 做舞台也好 羅老師經常跟我講一件事 因為我自己都有做舞台劇 即是有後組舞台劇 他都經常提醒我一件事 他說知道舞台 我想小龍你都很清楚 Mo姐應該都很清楚 其實做舞台是很難收支平衡的 即是 你能夠吃少一點 都很開心 沒錯 但他都提醒我經常一件事 就是 盡量不要下降 即是不要下降的演員 或者工作人員 因為每個人 盡可能都拿回應該有的價錢 即是等於小龍 你現在來開香港話劇團 出去外面 Mo姐提醒你 應該都應該要拿回一個 合理的價錢 是應該的 我經常覺得所有的合理 就是OK的 已經有接合 即是已經有接合一些新的工作 是嗎 是啊 現在都是 看一看 因為其實對我來說 我自己都會有點害怕的 因為其實始終是 留在華劇團 差不多十年的時間 基本上就是 華劇團給我什麼工作 我就去做 但好了 去到現在準備要出來 就真的等別人外面的東西去找你 又或者你自己去創造的機會 很多東西就 就是on your own 對我來說 既 excited 但又 都會 嘩 有些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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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緊張 有沒有簽公司 是的 好的經理人 有些公司幫你 沒有借 不是我不行 我不行 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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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港產片都少的了 什麼都要做 是的 Winny Zung 是的 Winny Zung 有些事情都要先多謝高登先 總之你一直不說 是的 你就會多了一班名字 是的 Winny Zung 你可以想想 剛剛如果離開 因為華劇團本身有一個 我們經常都說的 大樹好遮蔭 你在一個機構之下 會比較安穩 但如果趁自己有氣有力 又有膽去搏 又不妨出去闖一下 上一節說到不妨出去闖一下 我真是不得不佩服我今天 這位我們很喜歡他的演員 由撻來自港湖開始 還有之前很多電影 Mo姐 認真也可以 喜劇也可以 喜劇也可以 喜劇就笑到你爆 做認真戲 今次這套電影 就哭到我心都碎了 做王金蝦 其實王金蝦也不是沒有關係 好好的拍戲就去讀書 下一個男帶回來做廚師 搞什麼呢 Mo姐 其實當初不是的 我其實一直 現在Winny Zung看著我 他都知道的 我只會做中菜 我不懂西餐 是 有一次給我看了一套電影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 Julian Julien 是我知道 我覺得梅特小菜譜很帥 怎麼可以這麼帥 帥到這樣 你又是一個女人 帥到這樣 可以去巴黎學煮法國餐 你無憾 你很優雅 有型 於是就是這樣 一直在腦裡 我一定要去做這件事 終於有個朋友 跟我說 他都想學煮 他很喜歡吃東西 但他連煎兩隻蛋都不行 他就說 他的老公很想他去學煮 我說我也想學煮 他還跟我說 你不用了 Mo姐 你教都可以 我說不是 我真的想去學 如是我們就報名去學 整件事對我來說 是又型又優雅的 怎麼才去到之後 慘得 是被法國的廚師 全世界原來最出名的 就是最兇的人 最大男人的 就是法國廚師 是法國男人 是每天都被人罵 就算他不是罵我 他罵隔壁的 我都害怕到震懾 是 因為他很喜歡說一個單字 就是 零 但他用法文 是號 是不是都是號 就說你又肥佬了 零分 零分 哇 又傷了 整天都 十級傷 手情全隻手 水泡 又被刀插 又流血 流到整個檯面 別人告訴我 我還說 誰流血 誰流血 就是你的桌面 是這麼慘的 但是 哇 慘 又完成一個階段 但你是曾經 頭十多天 你已經想放棄了 你去到 是 我簡直是被人罵到 那種罵法 我是害怕到自己會震懾 總之 那個share up 一大聲說話 我就會震懾 自己在那裡震懾 是 而且呢 因為我上課 寫好了 step by step 怎樣做 到我要做的時候 你根本沒有時間看 是 即急到這樣 我一做第一步 我已經想到第二步 是甚麼要想定 如果一忘記了 我就死定了 是 我是十幾天 我已經去投訴 因為我在想一想 我也幾十歲人 那為甚麼還要被人 以為我小妹這樣來渴 因為呢 我戴上帽子 我穿了那個衣服 經常以為我小時候 我看過照片 真的很可愛 哈哈 你看過 我看過照片 我看了你一個專訪 是的 你說你讀這個男孩的 生活路歷程 真的像個小妹 那樣子 那樣子又真是抵鬧 就是了 即一看下去 這些就是 應該鬧這些 那個造型 是 有些說你穿高大一點 那些 亂鬧 也未必夠膽 所以我覺得自己很可憐 所以我就特意 剷上辦公室 告訴她 我實質是幾多歲 哈哈 我實質已經是這樣的年紀 應該退休了 不過我仰慕 我仰慕你法國男帶 還有我以為是一件有優雅 有型的事 宿司每天都被人罵到派 而且每天上課的時間很長 十幾個小時 是早上 第一個 term的時候 就由八點到晚上九點 到我第三個 term 再回去讀 是由八點上到晚上的十點 總共整個課程讀了多久 其實整個課程應該是九個月的 但是我讀的叫做intensive 雞精班 雞精班 阿叔班 阿叔班 每一個 term 是大約四到五個星期 人家用三個月去完成一個 term 我們就得到一個月的時間 沒辦法 因為你要濃縮 所以你的時間會長一點 壓力又會相對大一點 是 但是就變成了一個有法國藍帶的大廚 好痛苦 其實每一次都以為自己 可能過不了骨 可能考試肥老的 是 但是又被我過了 到第三個學期的時候 還考得不錯 是 而且真的學到很多東西 就是覺得自己 好像一個夢 是 但是能夠完成 是 那文龍 小龍有沒有吃過媽媽煮的 即是在說毛姐 快要快要吃 沒吃過嗎 是啊 你還沒來過我家吃飯嗎 之前沒有 即是你們拍戲的過程 因為我們太趕了 太趕了 但是我以為在聊天的時候 聊天的時候 你有來過的 沒有嗎 那次 你只是造型 我們也很趕那天 你不記得嗎 因為導演 我們的導演大理 就來過我家很多次 後來 什麼都說來我家聊劇本 其實最主要就是想來我家吃飯 哈哈 我有個劇本 約了阿倫這張聊的 都想去你家 在我家聊 哈哈 好吧 好吧 那小龍就沒吃過 沒試過 阿毛姐的藍帶之後的廚藝 一定要 這次 遇上我阿毛姐 好 好 那我要再問一次 其實兩位 在拍完這套黃金花 一套講自閉症加自障的小朋友的一套電影 其實坦白說 我覺得是很有使命的一套電影 是 因為它可以感染到很多在同路上的人 又或者在非同路上的人 去認識到底如果我家人 無論是我的子女也好 我的兄弟姐妹也好 如果患有自閉症或者有自障 我們在社會上會得到一些什麼的對待 或者得到一些什麼的反應 或者我們應該怎樣去對待 應該怎樣去反應 兩位可不可以總結一下 拍完這套電影之後 一點點心得 小龍說先 兩面 比如說 如果我剛剛知道自己的兒女 患有自閉症的話 其實都真的不要太擔心 因為其實現在香港 已經開始有不同的團體和社工 其實都已經有很多這一類的設備 和整個package去幫 就是幫助大家 去幫助他們早點的治療 又或者去輔導 無論是輔導回家長 或者輔導子女都好 其實他們都有這樣充足的設備 雖然那個時間 那些事情 可能需要一些時間去做 還未是最充足 沒錯還未是最充足 但其實是有的 所以這一方面都不用擔心 所以你不會是孤單 所以我們來說 普遍大眾市民來說 就真的要 馬生理所說 就是同理心 大家了解多些 我們都希望透過這一套電影 可以讓觀眾多些知道 其實自閉症的小朋友 其實他們不是真的亂來 又或者俗語 有些人說他們是瘋了 其實不是的 他們都是人來的 只不過是他們的反應 跟我們有些不同 黃太呢?黃金花女士 我們最近在新聞流 都看到很多 因為媽媽帶著自閉症的小朋友 在街上 而遭到一些很不好的對待 有些人會說他們 兒子白癡的就不要帶出去 兒子瘋了就不要帶出去 你想想父母已經這麼大壓力 還要聽到一些這樣的說話 是很殘忍的 是 其實我聽過爸爸媽媽 他們說 只要大家看到我們的時候 不要用這樣的眼光來對我們 還有我們可以做的就是 有什麼可以幫到手? 就是一句很小的問候 不用擔心 有什麼可以幫到手? 就是看到兒子 他們的兒子有失控的時候 在旁邊 一句這麼小的問候 對於他們來說 應該是很大的支持 非常認同 正如我自己之前亦都說過 其實我們對於 無論是有自閉證據也好 或者是有智障的朋友也好 其實我們對他們家人 最大的支持 可以是一個眼神 一個微笑 又或者好像剛才 阿Mo姐所說的一個問候 或者有沒有什麼可以幫到你 又或者好像小龍所說 其實現在社會上 有很多相關的團體和組織 是可以向你提供協助 所以其實大家不需要太擔心 不過我也想在這裡呼籲 大家都可以關注點這個題目 因為始終在政府來說 其實政府上面的資源 是真的很不足夠的 因為我譬如說他們要排院舍 是在等10年或者20年的時間 等一輩子 等一輩子 其實是 等到爸爸媽媽都過世了 你想想他們最擔心的就是 那些小朋友 他們死先過他們 那些小朋友不知道怎樣處理 但是他們要得到這些資源 這個援助 是要有些排隊排到他們都死了 所以在這套電影裡面 有一句說話都很震撼我的心 就是在電影《黃金花》裡面 母姐都說白頭人送黑頭人 對我來說是一件好事 是 其實是一件很心痛的事 但是正如剛才 母姐和小龍也有說到 就是說 希望無論政府也好 或者是各個民間的社福機構 我們真的多些去關注 對於自閉症和自障的社會現象 因為包括去到情緒病 其實不單止是自閉和自障 就算是情緒病 在社會上出現的比率越來越高 所以我們大家都應該是 多些去關注之餘 其實從自己開始演戲 我覺得我們可以多些去 對身邊的人的一個關心 一個眼神 一個笑容 一個慰問 其實都可以令世界變得更美 在這裡再一次多謝 黃太太 黃金花女士 和她的兒子 光仔 小龍 和母姐 多謝你們接受這次我的訪問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香港有意義的本土電影 謝謝 謝謝